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与大家一起做一些平衡训练 我们要一张椅子 稳定的椅子和一个扑袖 放好后坐在估计上 这次我们要练习中央平衡的能力 首先双脚穿地 然后手轻轻绑着椅子 接着我们试试提起左脚 保持平衡 没有问题 放下左脚 提起右脚 没有问题 可以保持平衡 身体没有放来放去 好了 今次再难一点 两只脚拿起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保持平衡 双手放开 保持平衡 可以 好 好 那我们不用放下 放下手 放下脚 这个平衡训练 大家要注意一下大家的能力 如果当我们拿起一只脚的时候 身体都有摇摆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尝试两只脚都抵起了 可能我们平衡的能力 未能够做到这一步 那我们要量力而为 注意安全 接着我们就站在这里做了 这个平衡训练也都一样 需要找一个稳定的物件 我们扶住 接着我们试一下单脚企 我们先做了 左脚 我们抵起右脚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左脚 感觉到有点震 是正常的 总之我们不要跌到地上 当你觉得不稳定的时候 扶住 不需要哭十至十五秒 放下右脚 做完右边 我们做左边 抵起左脚 放下左脚 其实这个平衡训练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尽量 当单脚站的时候 身是站直 望向前方 不要抵起身 尽量站直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平衡的时候 除了运用脚 腰 都要用的 所以这个平衡训练是 我们训练我们的腰和脚的配合 来保持平衡 继续平衡训练 这次我们就把椅子放在前面 然后轻轻扶住 这次我们要双脚着地 然后轻轻 夹起脚跟 夹起脚跟的时候 然后感受一下脚跟 稳不稳定 如果我们脚跟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提高了 好了 当自己觉得OK 保持到平衡了 试下放开 没问题 放开第二只手 都没问题了 我们试下放开两只手 好 好 然后脚跟着地 记住 平衡训练 我们不需要继续10至15秒 最重要是保持平衡 当觉得不稳定的时候 立刻扶着椅子 接着我们做一个 难一点的平衡训练 都是一样 要一张稳定的椅子 我们站在椅子旁边 好了 今次我们将一只左脚 搭着右脚 左脚要黏住右脚的鞋头 好了 即是两只脚 一条线这样站 试下稳不稳定 要留意了 我们前后脚站的时候 重心试下 放在后面那只脚 好 当你觉得保持平衡的时候 慢慢试下可不可以放开手 保持平衡 好了 没有问题 就扶着 把左脚放在右脚的旁边 两脚平排 放松 站好 我们再做多一次 这次 右脚放在左脚的前面 尽量记住 我们 右脚 脚膝贴住 左脚鞋头 同样 我们将重心 放在后面那只脚 觉得稳定了 没问题了 试下 放开手 保持平衡 成功 好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